今天讲在Windows上面如何通过命令行来加快文件传输速度 现在的话我这边有一个upload的folder 里面有这一二三四五个文件 然后我把这个folder整个的这个文件加所有的内容 我就是放到我的保存到我的F盘 这个是一个移动硬盘存到这个上面去 然后为了观看方便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计时器 那就是我把这个文件拖到这里 好开始计时 好停到这里基本上它画了有2分52秒对吧 好然后我们这里用个命令行 robo-copy-s 好然后这个我们把这个路径搞背下来 然后是到存到我们的这个 存到我们的F盘 然后后面斜杠mt冒号 这里的话128现存 然后我这里点击回车这里开始计数 我把这个关掉这个放大 比如说你要拷贝的文件数量越多 然后另外就是根据你文件就是那个性质 根据你文件的类型去 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节省的时间会更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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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